大家早上好 这是我们租的南韩的车 白色的很好 后车厢也够大 可以放四个人的旅行箱 我们在路上行驶 在去南部的旧金山 因为需要五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从远处看到这山的时候 然后呢 因为是 我以为是黄土 这个时候是干贺的草 就是干贺的草 干贺的祖地 干贺 我终于看到点雪了 可以感觉很美 这个时候给我们看 我们现在进一个位置 都能闻到烟味 而且还有烧的草 看到烟味 看到烟味 太容易了 因为太干涸了 很容易就起火 自然地位起火 好像这个路就好像是无尽头一样这样 好像无尽头一样 这些水啊 没有水的土地 也没有雨水的土地 不过还挺好看的 像画一样嘛 不过来说 这些水 不过来说 这些水 太危险了 好看 那些水 太危险了 但是它们现在 现在开到平原地带了 这车真的就像边无际的这样 一直往前开 再开240多里 应该公里240多公里 就可以去到Los Angeles Los Angeles 然后我们现在是背对着太阳开 但是现在看到基本是平原多一点 还是黄黄的山 经过的时候看到两对动物 一对还真有鹿呢 20来只很小 然后又看了一大群牛 这是不是野生的还是圈养的 但是它们没有草吃 看着也不会有草 因为全部干的 全是这土地黄的 现在已经看到不是那么黄了 刚才经过的时候 那种黄 我跟家人说 我们就管它叫金发 黄发山 黄发山丘 后来有的更黄 我说那还不如就叫黄金呢 我们叫黄金山 黄金土坡 黄金 哎呀太可怕了 这就是一个沙漠一样的 但是看 看开始 经过一段是 能有几百亩地的 果园 还有青菜 没有看到农场主 因为川普呢 川普呢 停止一些劳工输入 所以就 树上的水果 估计是没人摘了 他们本来是中河西哥 还有为内瑞拉 我们给进了一些劳力 但是目前 看就会 没有人 去帮他们 这些农场主 收割 所以这也是大问题 如果你一面 手指改变政策 但是另一面 你要支持这些 人都在这种了 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了 你突然 改变政策 它没有便宜的劳力 因为便宜的劳力 帮他们采摘以后呢 收割之后 相对就 能长主才能维持生存吗 如果要是 没有人收割 而且很贵 它怎么可能 再继续 去供应超级市场 还有城市的需要呢 所以 这也是个 很复杂的问题 像英国也是 不让进一些 其他欧洲国家的劳力 所以相对就 会给 农场 造出很多的问题 我 我以为 旧金山是 应该是 绿水青山 到处是 高楼大厦的这种 或者是海岸 风光 游人啊 性感的身材啊 什么 没想想是这样子 这整整要四个小时多了 才能开到我们 我们到的 我们选择是南部 还是 回头给大家看吧 出门旅游挺不容易的 我们开的 租的这家是 南韩的车 还是很不错 白色的 本来我们选中 另外一个 黑黑色 而且确实是 很好 有点像 Tesla的那种 但是后备箱太小 我们四个行李是放不下的 所以就 好在他们给你钥匙 你可以在两架车之间 或者三架车之间 挑一架 所以还算是 服务不错吧 大家看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这吓人啊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曾经唱这首歌 经常演出 不管是西北方 还是东南方 都是我的歌 我的歌 惨兮兮的 好 现在出现绿的地方 这都是实际亩地 实际亩地的 哎呀真的干啊 每一棵草都是干的 真的干啊 没见过这么干的地方 真干 干 太干 她嘴也很干 今天上飞机之前 我们拖着行李 去登机的地方走 后来我老婆 看到我女儿的鞋 当儿开了 觉得十几岁孩子 不要给她挤 她就会换下药 然后给孩子挤 那我就说妈妈你挤 我说我不要挤 这么大孩子 我还是挤不起 我说你 学会照顾自己 手不挤你就拉紧一点 所以没有办法 两个人就是 其中一个就是惯孩子 给她手提电话 玩儿 给她吃巧克力 哎 旅游也是件很辛苦的事 我发现真的 旅游是很辛苦 租这一架车呢 我们要十几天 十二三天的话呢 因为我们飞回英国 还是要从 旧金山这个机场 然后还要再开回来 几个小时 一共应该是五百磅左右 出租这一架 日本车 然后呢 汽油不包了 所以就基本上 还算是找到便宜的 有贵的是七百磅左右 七百磅 很多新车在路上看到 不容易 旅游也是件苦事 是件苦事 不过明天呢 就会爬山走走路 应该是在一个国家公园 相对会 相对会 看到更多的绿吧 这这这这这这 这么干呢 这地方 我的嘴也干呢 干呢 我刚才停了停 然后 喝水吃饭 去了一个大超级市场 买了一些午饭吃 美国人的东西 什么都大份 很大份量 而且呢 挺好吃的 水果挺好吃的 挺有味道 因为多阳光 OK 家庭 我来到 坐下 天已经黑了外边 整整五个小时飞机 然后五个小时 在车上 在路上 哎呀 这处理由真辛苦 终于到了这个地方了 看来这是吃早餐的 现在是当地时间 差十分九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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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your queen Your majesty, I am your queen I will never leave you You are my soul And I do